接着往下面做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案例 那么这是一个图章的案例 在这个案例当中 我们需要用到的工具 主要是文字工具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详细的来讲解文字工具的 类别 以及它的一些设置 现在我们切换到 CDR当中 文字工具前面我们已经 有用过啊在工具箱这里 找到一个字的图标 点击以后那么就可以在这里 找到文字工具 快捷键F8我们可以在这里记一下 F8 文字工具 我们前面在学AI的思考 有了解过文字 常用的类别包括有三种 一种 就是直接在我们的版面上 进行输入的 单击以后修入的效果 那么这种文字 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美工文字 或者称之为美术字 这种文字主要应用于在一些排版当中 文字较少的时候来使用 那么在科技当中也是一样 直接点击 插入光标以后修入的 就称之为美术字 也称之为美工文字 比方说现在我在这里打出一个标题出来 那么这个标题就属于是美工文字的方式来进行输入的 输入好文字以后 那我们直接可以在属性栏里面对当前文字进行常规的设置 第一个比方说字体 可以选择字体 如果需要你可以选一些 更加粗壮的或者是比较复古的字体 搭配不同的颜色来进行使用 这是第一种 第二个我们在这边可以对文字的大小进行输入 那么在传统的平面设计当中 字体的使用没有说特别严格的规范 所以说我们根据版面的大小来选择字体的大小使用 那后面这一块我们看一下 它可以设置文字的粗体 倾斜 那么这两个图标现在是灰色的 说明这个图标当前是不能使用的 也就是说这种字体当前不支持粗体和倾斜 那我换一个 我换成微软雅黑 注意看这个时刻这上面就有粗体的选择 选择粗体 刚才就是粗体 现在选择细体 可以在它们之间进行切换 倾斜当前这里也不支持 那么在英文的一些字体上面 倾斜通常都是支持的 当然我们在课字当中 如果需要做倾斜的效果很简单 对吧 手动倾斜 就直接点一下以后 在这里左右拖动 那么就文字就能产生倾斜的效果 第二种 我们在对象变换当中 是不是也可以找到倾斜 在这里 输入角度也能够产生倾斜效果 这是前面已经讲过的 我们在这里 回顾一下 除了加粗和倾斜以外 这边还有一个选项 叫做下滑线 点击下滑线以后 可以在文字下方添加一条线条 这就是下滑线的使用 再往这边看 这是文字的对齐方式 包括左中右对齐 那这一块呢 等一下我们再讲 区域文字之后 重点去进行讲解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在美术社当中 比较常用的设置 就是后面这个选项 就是文字的水平和垂直方向的切换 可以Ctrl加 我们的 不好 这有点慢 我们先不管了 在这里直接点击 就可以进行切换 当然我这块已经有冲突 然后就直接在这里点击就行了 点击 那么文字这一块 就可以先做选择为水平 或者是垂直 当然垂直主要应用的 还是在中文的排版当中 用的比较多 现阶段的一般我们需要识别的文字 很少去直接排成垂直的效果 只是在版式设计当中 想让版式风格更加丰富 更加活泼的话 我们会考虑转成垂直的排版形式 这是文字里面的第一种形态 就是美术字 那第二种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里我给大家用文字标注一下 第一种 美术文字的讲解 美术字也可以称之为美工文字 第二种 那么我们通常把它称之为区域字 区域文字 或者也叫做段落文字 那这种文字的输入方式有什么不同呢 它有两种形式来进行输入 第一种直接使用文字工具在画面上拖动 绘制一个选区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在里面进行文字的输入了 我当前在这里给大家来直接输入吧 输入文字 然后将文字进行复制粘贴 复制粘贴 当文字较多的情况下面 我们就可以选择区域字 比方说 今天我再排一本杂志 杂志的标题 我就可以使用刚才所说的美术字来排 然后里面的内文 那有可能有些时刻需要分栏来排列 包括在排版的时候 可能还有这种图文相结合的形式来排列 那么像这种排法 文字较多的时候 我们通通使用区域文字来进行排版 区域文字那么 那么第一种就直接使用文字工具 绘制一个选区 调整出来 输入以后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文字会自动换行 直接在我们当前所约束的范围之内进行换行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通过调整区域字的大型 这个区域来控制文字的排版 如果在当中我需要自己手动换行的话 可以在上面敲回车键 手动进行换行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当文字排不下的时候 文字已经排满了 比方说现在我给它复制 然后这边粘贴 再粘贴 这个时候文字这一块已经全部排满了 这个地方出现这样的一个图标 那么就表示我当家还有未显示的文字 就是文字排满 没有有没有显示完的 解决方法将区域字 区域放大 注意看 当然全部放完以 全部显示完以后 这边就变成空心的一个效果 这是区域字在排版的时候提示我们文字没排版 没有排完的一种情况 这是第二种叫做区域字 那第三种路径字 我们先把这三种文字的类别 先给大家记一下 第一种美术字 美术字 美术字 也称之为美工文字 那么常用于什么 常用于文字较少时 使用 第二种 区域字 也可以称之为 段落文字 这种文字的一般在文字 叫多时 使用 有一些 书籍或者画册的 排版方面 第三种 叫做路径字 文字 沿 路径 移动 沿路径 排列 那么这三种 我们再来看一下 区域文字刚才在说的是 跟我说的有两种表现形式 第一种呢 就是直接 用文字工具 绘制一个选具出来 第二种 我们可以在这里 绘制一个图形 然后使用文字工具 当文字移到图形内部的时候 它出现一个反馈 注意看 出现这样一个反馈的时候 我们点击 它能捕捉到范围以后 它就会自动在里面 生成一个虚线的边框 然后 超越光标以后 继续文字的输入 那么这十个文字 就是直接排在我当前 这个区域的范围之内的 我可以现在把字 先改小一些 让它排多一点 这种就是 另外一种形式的 先给它图形 然后再排文字 将文字展立进去的效果 那么区域自动呢 排列的时候 如果没有显示 排列完成 注意啊 没有排列完成 这里会出现一个 这个框 这个表示什么 表示文字 没有全部显示 重新解一下图 看不清楚 没有全部显示完成 那么这是区域子 路径文字 那么也是一样的 先给它一条路径 可以是图形 也可以是 自己绘制的路径线 文字工具移到路径线上 以后出现 文字下面出现 一条曲线 点击 文字和进行粘贴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将文字进行 修由 文字会沿着路径 沼 沿着路径进行移动 这一块在我们前面 已经有接触过 所以我们这里先 把文字的三种类型 给大家先来记一记 这是文字的三种类型 第一种 美术字 第二种 区域文字 第三种 路径文字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